韓國女團Spar日前到高麗大學的校慶表演 沒想到結束之後卻得到不太好的評價 原因是Spar一連唱了四首歌 結果竟然全部都是用對嘴的 校內學生對此感到不滿 事件更被轉載到韓網的各大論壇 有學生就表示收了5000萬表演費 最後竟然沒唱現場 讓人感覺很火大 錄片原本還很期待的 結果跟看電視沒兩樣 真的很失望 從影片裡可以看到 Spar在中場休息時 工作人員才趕緊遞上麥克風 讓成員可以跟大家說話 這個畫面也讓網友留言 未免也太不專業了 真的就像AI一樣待著 然後就走了 而對比下一組 樂同音樂家的表演 誠意真的差很多 學生看完後也表示 這才是唱校園該有的感覺 對嘴完全Hi不起來 更質疑Spar又不是沒實力 幹嘛老師不唱現場 曾一初也在網上引發熱議